依托靠近市区的优势,积极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,吸引一批以采摘体验为主的家庭农场,果园农庄落户,采摘油兴起,美了田园,富了百姓。 康颖家庭农场是省级示范家庭农场,农场主杨广峰介绍,当初选择上朗村种植无花果,主要是因为上朗村靠近市区地理位置好,适合发展乡村采摘油。 加上它对农业采摘源项目的前景十分看好,而无花果营养价值高,种植难度不大,适合游客采摘。 经过几年发展,康颖家庭农场出无花果外,还种植了水稻、水果玉米、桑胜、木瓜、花生、辣椒等品种,满足不同客户群体一年四季都能前来体验采摘的需求,拉动消费。 我的目标就是打造我们台山市市九镇上朗的一个无花果一个名片,通过我们的规模带动周边的一个旅游来采摘,集中营气来把我们的农产品卖出去。 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,我们就要创造很多的劳动力。 就我们无花果,上栏管区这一块,长年用工都超过三十个,预算的话,一年的员工工资都过百万。 申请人林庆春是低保护,今年57岁,过去主要靠低保经过日子。 四年前来到康颖家庭农场务工,每月有3000元收入,生活明显改善。 现在她的女儿在李树芬中学就读,她坦言,如果没有这份工,孩子继续学业的概率很低。 据介绍,康颖家庭农场对象林庆春这样,上了年纪的人情有独钟。 不管是固定工还是临时工,大部分都是4050就业困难人员。 距离康颖家庭农场不远的欢欢葡萄园,是上朗村引进的第一个农业采摘体验项目。 而对面的迎风种植场主要种植火龙果和番石榴,这些以采摘体验为主的家庭农场果园农庄落户上朗村,大大提高了四九上朗村的土地使用率和产出率。 这些家庭农场果园农庄实行规模经营,需要聘请大量工人,流转土地需付租金,聘请工人需付佣金,有效提高了当地农户收入。 上朗村负责人表示,下一步要继续引进有实力的经营者,并加强统筹协调,推动各经营主体协同发展,把上朗村打造成一年四季刮果飘香的美丽乡村,为城里人提供一个良好的乡村体验平台。 本台记者报道。